宇宙中有无数的星系 它们是由数以亿计的恒星组成的巨大系统 我们的银河系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这些星系是如何形成的呢 它们又与神秘的暗物质有什么关系呢 最近一项新的发现 可能会让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答案 有一个全新的看法 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 报告了一项惊人的发现 在宇宙早期 有一个比银河系还大的恒星群 它的年龄比我们预期的要早得多 这个恒星群是用詹姆斯维柏 太空望远镜观测到的 它是一台能够看到宇宙深处的 红外望远镜 这个恒星群位于一个大质量的星系中 这个星系在115亿年前就已经存在了 这个星系本身就很特殊 因为它是一个静态星系 也就是说 它已经停止了形成新的恒星 这种类型的星系 通常只出现在宇宙晚期 因为它们需要很长的时间 才能消耗掉所有的气体 但是更令人惊讶的是 这个星系中的恒星群 其形成时间要早得多 大约是在130亿年前 这意味着 这个恒星群是在宇宙大爆炸后的 10亿至20亿年内形成的 这与我们目前的理论模型不符 因为在那个时期 暗物质还没有聚集到足够的密度 来为恒星的形成提供必要的引力 这项发现 是由斯维本科技大学的 卡尔格莱茨·布鲁克特聘教授领导的 国际团队完成的 他们利用JWST 对这个巨大的静态星系 进行了光谱观测 以确定它的年龄和性质 格莱茨·布鲁克教授说 我们追逐这个特殊的星系 已经7年了 用地球上最大的两台望远镜 对它进行了数小时的观测 以弄清它的年龄 但它太红 太暗 我们无法测量 最后我们不得不离开地球 用JWST来确认它的性质 他说 这项发现是一个团队的努力 从他们在2010年开始的红外寻天 发现了这个不寻常的星系 到他们在凯克望远镜和盛大望远镜上 花了很多时间尝试 但都未能证实它 直到最后一年 他们花了巨大的精力来弄清楚 如何处理JWST的数据和分析这个光谱 对JWST数据进行光谱分析的是 Samia Naniakar博士 他说 我们现在超越了过去的可能 确认了宇宙深处存在的 最古老的大质量静态怪兽 他说 这突破了我们目前对星系如何形成和演化的理解界限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 它们是如何在宇宙早期如此快速地形成的 以及是什么神秘机制 导致它们在宇宙其他部分形成恒星时 突然停止形成恒星 为这项研究建立暗物质浓度演化的理论模型的是 是来自西澳大利亚大学国际设电天文研究中心节点的 克劳迪亚拉格斯副教授 他说 星系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暗物质如何聚集 他说 在宇宙中如此早期就出现这些质量极大的星系 对我们的宇宙学标准模型提出了重大挑战 这是因为我们认为 承载这些大质量星系的大质量暗物质结构 还没有来得及形成 我们需要进行更多的观测 以了解这些星系的常见程度 并帮助我们了解这些星系的真正质量 格莱兹布鲁克教授 希望这能为我们理解暗物质物理学 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他说 JWST已经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 表明大质量星系形成的时间较早 这一结果创下了这一现象的新记录 虽然它非常引人注目 但这只是一个天体 但我们希望能发现更多的天体 如果我们发现了更多的天体 这将真正颠覆我们对星系形成的看法 也有点多的天体